谢谢我们家军哥的温暖班卡 中炮一响黄金分量 感谢我们家军哥的两张大班卡 谢谢军哥的支持 中炮对上马局了 对方走视角炮 那么为了防止对方进炮 我方走一个五六炮来应对对方视角炮 忽然特别的想吃冰棍了 可能是心里太开心了 老朋友回来看我 今天自己在家煮个面 可能是酱油放多了点 欢迎用户683管理桌间 有点咸了 欢迎我叫旺仔 欢迎楚江秋水 谢谢我叫旺仔的温暖 每天都很准时 是的 最近都非常的准时 又勤奋 又得两个星期没休息了 这个月我就休息了一天 这个月休息了一天 两个星期没休息了 然后每天都 全天我还加班到一点 最近状态很好 整个心态都非常不错 我到点开播 基本上是 今天好像是 7点02还是什么 反正每天都是到点开播 过了12点再下班 开开心心的 真好 我感觉 以前的开心是有一些做节目的成分 现在的开心是从内而外的开心 或者是心态的平和和快乐 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觉得我成长了真的 对于工作我是很拼命的 但是呢 现在也不是 不像以前那种状态了 不是那种拼命的状态 是那种 很开心的享受的过程 欢迎猛子哥 关联直播间 他们叫欧诺大哥 哎呀 我觉得我的心态成长了好多 一下子心态就由年轻人变老了 变成一个50岁的心态了 我很 哎呦 谢谢我们家欧诺哥 哪天不漂亮啊 这不就还差800个大气 谢谢我们家欧诺哥的半卡 是的 因为 欲望变轻了一方面吧 感谢我们家欧诺小哥哥 打身上大半卡 直播间还差800组大气和半卡的任务 我们先把大气过一过 先把超粉团的大气过一过 先把从淘汰位 升到这个晋级位 就升到这个保级位 白手炮非常明确 一个拘一个炮 拉住对方这个棋 一个拘两个炮 将来呢 这个棋还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进马 这个棋对方拱兵什么意思 下一步要冲兵 吃我的马 因此我方在进马之前 先补个事 哎呦 我们家春秋哥 说的挺通透的 这句话说的很通透 这个 这个人其实很难 活明白 你看你是个什么样的 活到了第几层了 这人的修炼很难说 一下子就活明白了 得看你活到了第几层 没有尽头 人的心境是没有尽头的 感谢我们家 欧弄小哥哥的 八十八足大气 至少笑笑 我觉得比同龄人 我觉得我还是成熟了点 好了 对方进去吃我的马 我方退居跟他换居 没毛病吧 这期 将来还是保留一个进马的变化 换我们家马头 秦大哥 欢迎飘香哥 管理直播间 欢迎瑞文 毕竟笑智商这一块 还是可以的 有些事情能够思考明白 虽然我很愚笨 但是 我有一颗擅长思考的心 好了 这个棋 我们退居之后 对方一吃我方拱兵 下一步有进马 灯炮的棋 灯具的棋 对方去走开 对方砍向那 我直接进马了 鞠走开 也是只能往上走 往上走 我退马灯 对方打 我们反打 这个棋呢 肯定是要逮子的 一个鞠 一个马 一个炮抓 这个炮 这棋是得子的 笑进步很快 谢谢陈秋哥 我这个人真的进步很快的 每天都会做反思和复盘 一旦我想明白一件事情 想明白的时候 就是我进步的时候了 改变是很快的 人和人最终的 最终的这个 敌人就是自己 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我是个非常善于变通和改变的人 只是我有时候太一根筋了 我这个人太一根筋了 有时候很难认识到问题 这是关键 退马灯炮 对方一打 我方一打 那么对方如果不打的话 我方将来还有退马 这步棋够狠的 怎么个狠法 我一退马 对方一吃 进马一将对面出将 我一百局 对方阳市 这个棋 我方还有退马 再踢得起 谢谢我们家军哥的 一百八大气 感谢我家军哥 谢谢欧诺小哥 荧光棒 我们直播间还差 五百组大气 过过超粉团的 基础任务 还差五百组大气 我们先把大气过完 还有八十个半卡 大气和半卡 666过完了 谢谢我们家军哥的支持 那对方如果不进局 吃局 又选择百局 吃我的马 那我方这期 想都不用想 直接进马 进马之后 有什么后续的手段吗 进局砍象 你自己百局 卡住自己项眼 啪进我砍象 请对方做出应答 对方八成是要杨氏 杨了氏 我方必是甩鞠 吃着马 进着车 废了个废废 好嘞 你看看 有些鞠走着走着 它就没了 我们又走出了一盘 不要对象的单身狗 单身女王的棋 又走出了六亲不认 单身狗的棋 那对方送鞠的目的 非常明确 送鞠之后 要飞象吃我的鞠 这个时候 我方还是 多吃个马 尽此之外 对方这个棋 连气两子 也就是连丢两子 基本上是毫无 这个棋 反手之力了 欢迎叫 月异大哥 关联直播间 欢迎小飞机 老朋友 关联直播间 欢迎叫月异 我们家月异 是校家的游侠大哥 非常精彩的棋 送给大家 喜有哪 喜欢 这个棋还需要复盘吗 欢迎则尬的 确实说过 在直播间说过 挺想念我们春秋大哥的话 这个棋呢 我们走了五六炮 那有朋友可能会问 这棋红棋能不能直接上马 直接上马 对方浸泡行不行 如果对方直接浸泡 你可以怎么走呢 其实你可以走进去的题 如果对面打过来 我方这个棋怎么走呢 退窝些马 假如对方摆炮 我方再摆局 对方摆过来 这棋就有争先的棋了 这个棋就可能有争先的棋了 棋子争先 那对方为了吃这个马 要付出很多炮的代价 将来呢 我方有摆局攻击马 摆局攻击这个马的棋 你看 这手棋 我们先接浪人 现用户六八三 打个问卡 这是一手变化 如果对面进炮 如果你选择五八炮上马 不是不能走 只是当对方进炮 打羊肉串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棋要怎么硬 我方正确硬招 是这个棋进局 当对方打过来的时候 你要先退个窝心马 既然对方进炮打你 这棋炮肯定是不想给 这样的话 他能保持多个子 这样的话 对方这个炮你看 单炮孤入啥棋没有 同时我方先手出子 对方就基本上非常被动了 那么对方呢 在这局面下 我们没有走 没有走的话 你可以考虑对方 视角炮你走五六炮 也是很好的应对 那么对方就没有进炮 打你羊肉串的局面了 这个时候对方上马 我出局 对方拱兵 我方上马 这样的局面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五六炮拱兵的棋 这样的话 我方过河局 这个棋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棋了 没什么特别的 主要的问题点 在这个我方中局 摆炮这部棋 是审视度视 非常精彩的棋 摆炮之后 有什么后续的手段吗 有这个马七进六的棋 我们之前就说 有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既有卡向眼吃 吃吃吃剧的棋 又有退马灯炮 对方拉住对手的棋 所以我方摆炮 为后手 马七进六做准备 这个时候呢 对方拱兵 我方先补个式 不让对方继续冲兵 对方退马吃马 我方上马 这棋都没毛病 走到这局面 就马七进六六来了 这个棋的思路整体还是非常不错了 谢谢大家